第五人格中有很多游戏对比 这些对比用处各不相同 其中线索主要用来兑换角色 碎片用来兑换伤成皮肤 而灯泡多用来抽取精华宝箱 当然课金得到的回升 可以做任何事 除了这些常规道具之外 还有一种特殊的对比窥镜 窥镜可以用来兑换活动伤成中的道具 算是一种福利内容 不过活动伤成的精疲需要1000窥镜 玩家需要藏很久才能兑换一件皮肤 近日 有玩家摇到特殊奖励灯火 离幸运尔精疲又进了一步了 第五人格的灯火内容不断更新 一直有新的灯火出现 除了常规的角色 皮肤和珍宝之外 也有特殊的对比灯火 里面只有线索或碎片 这类特殊灯火价格都很低 能换来急需的对比 有位玩家要出了38回升的灯火 里面有5个奖励 囊括了所有对比 还额外赠送了一个三天子皮卡 此时摇出对比灯火非常有用 因为夜阴伤成和活动伤成 已经上线新皮肤 可以节省玩家攒子数和窥镜的时间 目前活动伤成中有三金三子 还有一些低级皮肤和道具 其中金皮的售价是1000窥镜 紫皮则是500窥镜 目前已经新上线了幸运金皮 质量完全不输 已经早期上线的花季和尼德霍格 作为幸运首款金皮 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不过大家也不用着急 除非你是幸运玩家 否则对于这款永久常铸的金皮而言 想什么时候兑换都行 毕竟游戏中 获得窥镜的途径还是相当少的 目前获取窥镜的常规途径只有三个 第一个每日对战给四个 第二个周签刀给十个 第三个周末任务给十二个 换一个紫皮需要两个半月 换一个金皮就需要半年的时间 当然会有活动赠送窥镜 商城偶尔也会有礼包 但这些都是杯水车薪 这次活动商城上薪 但部分玩家已经把窥镜花了 对闭灯火真的是雪中送炭 所以除非你是老玩家 或许窥镜会相当的充足 以我自己为力 即使所有皮肤兑换了 依然还有盛存的窥镜 每一个窥镜都非常的珍贵 那么问题来了 你的窥镜够用吗